您知道吗?目前台湾列册追踪的沉船共有六艘 水下文化资产透过展览及校园巡回更贴近民众 同时开启新视野 2020年7月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与绿岛外海水深25公尺处的胡佛总统号沉船遗址 设立国内第一座水下遗址告示牌 首场全台校园巡回展再见的国中登场 学生们从探索搜寻调查记录及记忆不同区域来进行介绍 开幕现场贵宾云集 期待着丰富的水下文化资源成为最新活的教科书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活动来做一个解密 那里面有过往的一些沉船文物 这些文物就是透过这次的展我们把它呈现出来 让大家能够看到文艺的一个年代历史 怎么样去观察我们的那个水下的一些古时光 自己也可以去踏入这样的一个领域去做一个了解 启发我们学生的一个在这方面的一个视野 成船的或者水下文化资产的目标物呢 大概全部的笔数呢大概有500多笔 可以归类为这个所谓历史成船的大概有20笔的样子 如何认识这些水下的古时光呢 除了现场导览 文化资产局拍摄的纪录片 还有水下考古员的ROV体验 本次接受了海科馆的委托 会在校内针对各班进行水下好时光的文化资产的一个导览的课程 分成三大部分 最特别的部分的话是我们有跟港西国小接到一个水下ROV的一个体验 可以用六个方向的操作 让学生可以体验水下考古人员 他们操作的机器在水下考古时的拍照 跟找到古文物时候的情况 我觉得这台ROV非常的好玩 因为可以在水下探测到更多的一些文物 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展览呢 对我来说就像是刷新了一个世界观一样 因为以前只会想到陆地上有什么东西 从来都不会想说海底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呢这次学到的东西就是 台湾附近其实黑水沟真的非常危险 因为都有非常多的沉船案例在里面 也把它找出来了 觉得台湾的技术人员真的非常厉害 借由这一场校园巡回微星站 带领学子探索水下的秘密空间 也认识水下文化资产 及古时光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说不定未来还会加入水下文化资产保存的工作行列呢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